8 9 5 5 1 3 4 3 2 你在上半身 稍微有一點點的微前傾就好了 你要把下坡 當作休息 因為下坡的時候你會容易 速度加得很快 那當你的速度加得很快 供血量也要增加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心跳率 會因為你的供血量需求增加 而心跳率增加 那假設今天如果下坡完之後 接到的是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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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啦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好我們現在位於的地點呢 就是我們的 貓空村茶香的地方 那這邊呢通常都會是 作為我們跑貓空國手之道 的一個起點 那我們起點通常都會設在 村茶香的停車專用站 那我們就會從這邊 開始起跑的動作 然後我們一路上會經過 貓空站 天安宮 查推廣中心 以及到了小天空步道的公車站牌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一個折返的動作 折返完之後我們就會往這個方向 然後會經過 張善米亞查斯紀念館 以及瓦礎站 公車站牌進行折返 那回到這邊呢 剛好就是一圈 大約五公里 通常跑路跑 大概是三公里 到五公里之間會進行一次補水 就是你可以在這樣子的 跑步的過程當中 去調整你的補水策略 以及你的補給策略 它的爬升大概是 25公尺上下 所以其實不是到 爬升非常高的一個狀況下 那除了可以斷電到我們的 游泳耐力之外 也可以提升我們的 跑步專項肌力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山路 來強化我們肌耐力的過程當中 對於你在跑半馬 或是馬拉松 你的後段能量的一個維持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喔 我知道大家其實都很習慣 在河濱進行跑步 但偶爾其實你也需要做一點不同的刺激 來幫助你面對不同挑戰的時候 有更好的適應性喔 快跑喔 快跑步 快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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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鸡 先吃鸡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